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来 忠心建议 下次千万不要吃任何 来自方小卧的食物 很危险 真的 对不起啊 大力一样 没事了 我本来就是最近胃不太舒服 以前这种程度的面包 我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丹妮 谢谢你 在你这样的情况下 还帮我完成了曲子 没事 不用这么客气了 对了 方小卧 那个 出来一下 咱们先说话 等会儿买点东西 我们先出去一下 你满意吗 那就行 我知道 行吗 对了 在那里面 我来看看 你是不是再感觉 我都将在那里面 可以 那你们这些 我都将来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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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你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睡了 我刚刚练成的时候 就不小心睡着了 对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就是 季末成功地 被鲁马烈乐团录取了 现在是双红馆的首席 真的 对了 那很快就轮到我了 轮到你什么 轮到我 抱着你 要抱着你正好 一天的负能量都没有了 充满吃能量 是吗 抱着我有能量 那是不是就不用吃饭了 饿了吗 想吃饭吗 不 不吃 我就这样抱着你哪儿别吃 好 随便 你真的不进去睡的 我都不睡 就这样 我还会睡觉 评论 这件事 你还是想想想做 还是想想想想想想想 为什么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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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会这么快乐弹琴 真的好喜欢你啊 干吗 在大街上 走了 走了 走吧 喂 这 couple parts 这一个环adow的异论 当然 jouer调整 和 omdat 你的演 του思�T的角度 限量和 fand SARS 正确 に输入 因为从 Première五段 从Crescendoモ Butt 到 Crescendo 으며三条ор garg pod goneل 第一弹最強 是干� imkon 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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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 好 和第一首的首诈诈的调节 是 最终的诈诈 别眼前,尤其是第三诈 这就是最终的诈诈 但看不压表它们下来的诈诈 好吗 师父 我知道很多 failures 必须有虚择 但是如果我们继续中的 那我们的迷译 我们真的太忽怕了 真是我们不够时间 那是什么, Simon? 那是真的,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解决 继续吧 当然,继续吧 再放松一点 没了,又没了 放松,放松,放松 继续 别忘了啊,放松,放松 记住这个感觉啊 这回就对了 不错 看在你今天表现不错的份上 给你个奖励 我以前唱歌的时候都不怎么吃糖 而且我现在这个嗓子不能吃吧 死脑筋,吃了糖心情就变好 心情变好身体就会好 身体好了唱歌就会好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吃个糖这么多歪理 是不是歪理的,你试一下啊 真的吗? 真的,真的 京队,你所以看一些 天妈 今天你表现得特别好我觉得 涨量应该加倍 我去 蔡薇 你还好啊 好久都没联系你了 我听说 你退学的原因 是因为嗓子不太好 我很担心 你看到了 能回复一下吗 请你别介意 夏天的夜晚真美丽 萤火冲飞来又飞去 晚晚月亮想你 你的廉洁 让我 着迷 走吧 你今天怎么突然想去请我吃饭 萤萤 这么长时间 我的确会见面很多 是时候做过决定的 时间来不及了 走吧 谢谢 谢谢 今天我好开心啊 你是第一次主动与我吃饭 还是在我生日这节 今天是你生日 对啊 不过呢 你主动与我出来 已经是我收到过 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谢谢你 你说过 从小到大 你一直都希望有一个人 可以陪你好好地 过一个生日 但是这个愿望 从来都没有实现过 我呢 就是想把这些不好的记忆 都给你覆盖掉 这样啊 你人生中的每一个生日 都有我的存在 我会给你一个特别的 对啊 我会给你一个特别的 天哪 没办法 贝菲 请你认识我 成为我妻子 谢谢 我也是 亲爱的 你太棒了 你太棒了 莎莎 其实我今天约你出来 是有话想跟你说 你说 我真的很感谢你为我付出这么多 但是我现在真的没有心思谈恋爱 我满脑子只想着怎么做成叠上 我不想耽误你 我也不想 够了 别说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 你非要在今天这样的时候说这些 我真的不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 但我刚刚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 我是真的不想耽误你 听一松 我说过的吧 你不要对我有负担 对 我确实对你把我期待 但是那是我自己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的 如果有一天 你能忘了他 然后还能想起我就够了 真的 谢谢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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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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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好意思,陈茜 你能够给我一颗吗 我忘了我的 好的 但你必须要记住 这次 是 完美 谢谢 欢迎 一直加持排练和另外的工作有冲突 所以他们几个说今天无论如何 都要选择工作 不然只有辈子了 没办法生活了 我对不起 请不吝点 你能够找我妻子吗 我们不会结束了 请不吝点 好的 这个好吃吗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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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爸是行师 子 儿子 很棒 即可 他都是这样的吗 他们在表演吗 你应该是很努力的 好 什么 新执行员真是瘋狂 每天都吵吵吵吵吵吵 不让别人休息 我爸说他就像超级人 李真言老师啊 你可是要讨好卢嫂啊 免得你在 乐团的成员的心目中的形象 又更加恶劣啊 不是 你们听我说说话 我还要怎么去做 你告诉我 我觉得我已经够和尚了 而且 说白了他们的水平达不到 我总不能就这么放人不管吧 对 李真言老师 你没有毛病 但是 以我跟你合作的经验来说 你在排练的时候这个态度啊 确实有点恶劣 但其实我挺懂李真言的 我觉得在有限的时间里 去做好人际关系 还不如就做好一个演奏家的本分 所以 露萨 你想告诉你爸爸吗 我爸爸 他说 无论多远时间他有工作 当他回家 他会一直练习 他一直练习 他会不会拒练 他永远不拒练 我爸爸说 即使如果行动员很惹 他说是正确 他永远不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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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很专业 对吗 对 对 我们试试试试试 你可以试试试试 我做得到 很棒 等会儿 再也不拒练 那就是要有相对 跟那儿肯定是 horse刑 这儿肯定 represents 跟市公图沟 在 talked和其他地方 对 毛病人 riv天 这儿好 去 说我几次 巧合您都不在 终于有机会见面了 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想邀请您跟蝶上合作 在音乐级首演中 弹奏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 可是我隐退很久了 我倒是跟鲁马烈有几次合作 可是跟蝶上我 老师 你一定要相信我 也相信蝶上 蝶上绝不比鲁马烈差 我也是 其实 我之前一直很羡慕李箴言 甚至有些妒忌 因为我没有像您这样的 钢琴家父亲 我只是靠着自己 仅有的那么一点不甘心 绝望中的希望撑到了现在 才能像现在这样坐在您对面 有底气地跟您说 我的乐团 不比鲁马烈差 可是你应该知道 我跟李箴言的关系 而且他现在是 沈鲁马烈的指挥 我知道 不管您相不相信 这次的邀请 是出自于音乐本身 与李箴言没有关系 说了也惭愧 这个道理 还是费大师教会我的 我相信你 我看过十二年前您和费大师合作的 小邦第一钢琴协奏曲 这个世界有些声音只出现过一次 便成为了永恒 这就是我的感觉 所以 我想邀请您合作 再留下一次经典而永恒的声音 不得不承认 你的话很打动我 所以 您答应我了 都想要穿了 我看你 我们去办公段的 我会上台了 以往都妈拉着 有问题 因为我们要进去 如果你愿意的 我会不信心 我毕与你 有什么事 接上会都吗 可能 我们不需要你的参加 听你 静静 你保持你的感情 好吗 确实 你告诉老师 我真实 我预告我们能够找 一个好的演奏 请你去吧 老师的演奏不需要你 你怎么回事 我想跟泰国俊 跟泰国俊 谢谢 我看过你指挥大赛的视频 虽然你最终是得了冠军 但比起第二名的田一松 他的指挥实力更沉稳度 跟你不相上想 以你现在这情况 你没有资格自满和骄傲 我该做什么我自己心里清楚 我就算再不进 我也不需要你的帮助 鲁玛烈也不需要 我知道你现在头疼的是鲁玛烈 因为这个乐团任何资深的指挥 都是个难题 何况你现在这么年轻 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 我不需要 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我了 我也不会再活在你的掌握之下 我是在帮你 儿子 你不要怪房小卧 他一直都不知道 我就是李亚哲 只要你不出去 我们俩就很好 你怎么跟你的父亲这样说话 他 他要是真的去蝶上了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不需要他 因为你能够找到他人 因为你能够找到他人 他比他更好 你必须有什么要紧张 你必须要紧张 好 好 这个时候你还用耳机 你知道伊丽丝有多急啊 急坏了 你是不要你的耳朵了是吧 你们都错了 现在不用耳机 什么时候用啊 等我耳朵全聋再用嘛 不要那么悲观 老朋友 但是啊 伊丽丝跟我讲 你现在再不注意你的耳朵 以后会影响更大的听力 现在人家医生说了 只是波动性听力下降 进气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好好的 听音乐了 这是我在柏林爱乐指挥的那场 还是不够完美啊 不会啊 我觉得那场你指挥得不错 何况你现在的成就 就跟这塔一样高了 还担心什么 那 你听听吧 对不起 还是太过整齐了 没有办法反映出 马乐对于死亡的恐惧 和困惑 如果你真演成这个样子 那就一点都不像你的个性了 说实话 你现在都这个样子了 你哪还有怕的样子 怕 怎么不怕 可是怕有什么用 我总不能 去跳三大河吧 你跳 我跳了 我真跳 你去 我才不跳呢 那么冷 我要跳一下天跳 不过现在天天看看日出 听听马勒和贝多芬 感觉挺好 说实话 你真的不怕 我们人类真是一个 有意思的动物啊 我们总觉得 我们有大量的时间 有很多的音乐可以演奏 有很多的人可以见 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总觉得有大把大把的机会 还是到头来呢 你只是听力受损 又不是要马上死掉 一个指挥没有了听力 跟一个钢琴家 没有了双手 没有什么区别的 废辞行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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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说手而已啊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是很患得和事 可现在好多了 我跟你说啊 我们还经常听摇滚乐呢 哟 演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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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艺演艺 Brit 叮 叮 太疯狂了 老公说我的事啊 你给你的宝贝儿子怎么样了 要不要 我跟你们安排一次见面 好 谢谢 十年多了 十多年的心境 不是一顿饭就能解决了 我看 我还是自己面对吧 去哪儿 到时候你们那个乐队的场地 就在那边 然后这一大便区域 就是我们到时候 婚礼要进行的地方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是这样的 我们莫总啊 特别讨厌杂乱呀 很吵闹的音乐 所以想请你们乐队 来演奏一下 比较优雅 然后高端的 符合我们莫总气质的音乐 好 行行行 我们乐团都是从 音乐学员毕业的学生 对 然后我们这些 高端的上档子的音乐 我们最擅长 行 是这样的啊 这里呢 有一些演出的节目清单 挑选一下吧 好 刚刚那个地方 是需要建墙的是吧 好 你这个地方走上宫 不要走下宫 那个 今天先谢谢大家的排练啊 然后我有个事情 要跟大家宣布 我又接到一个商演了 商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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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什么反应啊 这次不是葬礼 也不是什么很低楼的开幕仪式 是一个盛大的婚礼 婚礼 婚礼 新郎啊 有特别的要求 希望我们团可以演奏一些 流行 然后热闹一点的这种曲子 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意见啊 流行 你说的流行 是我们常听的那种 对 不是 婚礼拉流行一乐 是不是太特别点了 别这么说嘛 别这么说嘛 这个人有个人的兴趣爱好 可是有些人 他就喜欢热闹的婚礼 对 婚礼就是要热闹嘛 而且我们这个实力在线 不管拉什么曲子 我们都可以守到琴来的嘛 对不对 可是我们平时练的还是古典乐 这 这突然要来流行 该怎么拉 对啊 那照我这么说的话 我也没有合适的曲子啊 少夕 我觉得你接的商演 真的是一次彼此彪悍 真的是让我刷新三观呀 秦芬 我们之所以信任你 由你来找商演 但是你每次让我们演奏一些 不靠谱的东西 你怎么对得起我们 对你的信任呢 就是 什么叫这种商演 要不你找找看 你知道我们要进去上 晚音乐厅要多少钱吗 我们不演这种商演 这钱怎么来 你出吗 还是你出 你家有钱是不是 只会说 你们知道做了什么吗 要不自己想一想 真的是 解饭 走了 你 好 带主 你 你 这是 你 一个人在座 他每天看起来嘻嘻哈哈的 很开心是吗 经费上 大到音乐厅的租费 还有我们这个场地的租费 小到大家的饭费 是不是都需要有人去筹谋 你们什么都不做 就想着坐享其成 趁早解散得了 我也可以早点去找工作 说实话 我之前一直看他不顺眼 但这段时间 我对秦芬这个人刮目相看 哲晖 其实确实 我们这个乐团是靠秦芬意志 在维持着 如果没有他 估计我们早就散了 我让你吃 秦芬吃饭了 你们先吃吧 我敷个面膜再过来 吃饭敷什么面膜呀 你不知道呢 他就每天是很勤奋 给他送的那个小迷糊面膜 他皮肤嫩嫩的 满满都是爱 好 很好 天生丽芝我们先吃饭吧 咱 真好吃 好好吃啊 好香啊 不香啊 太好吃了 你做的 好吃 我真是太没用了 我真是太没用了 什么都做不好 秦芬 你应该找一个 更好的男朋友 我们分手吧 请知道 维持人 盛哲 你实话告诉我 是不是RS团出了什么问题 叔叔 秦芬在吗 秦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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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想找你说两句话 秦芬 你只说出了你的想法 你也要听听大家的心声啊 之前是他们不了解你 所以才说了那些话呀 秦芬 你要让我们在外面喊吗 你快出来 秦芬 秦芬 那我们走啦 你有空记得看一下手机 回复一下我们 大家都很担心你啊 叔叔 我们走啦 叔叔再见 李津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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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用了我 体会办法 我自己自己需要 需要谈一方面的 丁丁 你之前拉摇滚乐的时候 积累了许多关于音乐的经验 所以才能在之后 那么快地适用古典乐 你学过的 还有你身上的许多东西 都会成为你最大的助力 不管是要干什么 你尽力发挥你的能力就好 如果你已经尽力了 那咱们就不干了 什么烂七八糟的赞助啊 经费的 凭什么都只有你一个人管啊 全都不要理他们了 爸爸这面馆 你继承了以后 足够你去生活了 什么都顾虑都不要有 就撒手不管了 千万别管 好好休息 你是不是疯了 所有人都在找你 你害大家担心死了 你知道吗 你没事儿玩什么消失啊你 还有你刚才说什么 不配做我男朋友 你说不配就不配吗 我告诉你配不配 我说了算 这俩还没这玩八景开始谈呢 你就想跟我说分手是吧 我告诉你 我没门 我没门 秦范 我们一会儿约会吧 好吗 请教表都收到了吗 都收到了 可是那个电影院的餐厅都是要干吗的 看来我对我的男朋友教育还不够啊 连个优惠形成单都看不到了 不过这也不能怪你 谁叫我们俩刚在一起 我们萌萌的出国留学的事情 对你关系又不够对不对 你家2S团也很辛苦 我就想 我怎么补偿你一家呢 于是就列了一个单子呀 今天真的吗 反正我今天没事 你也不许有事 我才不是那个 那么胖我吃这个 我才不是那个 那么好我也想不过去 爸 我走了 爸 我走了 你们那里现在已经是早上了吧 都五点多了 你知道吗 以前啊 我觉得 约会是一件特别无聊 浪费时间的事情 但是我居然可以完成得这么好 自己都没有想到 而且还是和我以前最鄙视的 中二留级师弟 金生 我一直都是那个 你鄙视的中二留级生 我感觉我 好像一事无成 而你越来越好 而且你所在的世界 真的跟我太不一样了 你觉得爱情会被时间和空间打败吗 我觉得像我们现在这样也挺好的呀 就不一样 我知道 现在RF团刚刚成立 你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压力也很大 但这是你当初最初的梦想啊 所以你不应该放弃 我也一样 我一个人在巴黎 我也面临着很多问题 所以 我觉得我们应该互相鼓励 互相支持 你说呢 还好有你在 早安 秦芬 晚安 秦少 晓芬 一时是 compileade 老是 久也要找 躺下几瓶啊 那个是 我现在马上到